各位观众朋友来过,我是库家族 欢迎收看四月二十四号礼拜一的欢迎电影新闻 在这个过程,塞里古载市地位主币 连着发行两个派道,驾选手举的案件 这个犯罪集团,大部分都是在一早三四点 专门占对单独一个人的面穿来下手 而且,犯案的犯罪包括台中和南岛地区 塞里古载在跪离监视区的委员后 设定一名担在南岛的四岁南岛 顺利六六四名险罚 庄宏表示,这几位险罚都是港京学校的动员 现在也按照向学出宅丁丁的罪行,以上发办 台北辞牌,又在利用这个台来辞牌 到中部地区客称唱歌 不过这也是因为台北辞牌的动作 让京方透过监视区顺耍中输胜为主的犯罪集团 抓到了 这个按钮是发生在本月初 4月11号、13号 联系发生在西楼果载市场 有这个三名持枪台图 随机持这个手枪向这个路上行人来恐恶取材 这发生在西楼果载市场的主委在台北辞就是利用 早上三四点 较无人的时候,担对孤一人来下手 西楼京方在接到保安医生 也在市场外的家庭、孙乐的勤务 也好有民众 若是鼓励的人 千万不能扎贵重的东西 在案发之后 有责成这个辖区派所 加强这个清晨的勤务 那也呼吁说 这个清晨的话 民众 这个落单的时候 尽量不要携带这个贵重的物品 近去了解的这五名险凡 都是同一间国中的董课 其中一名为世险凡在都 其他死命逼婚也谈刑犯案 西楼京方依照共和处罪 顶顶的罪险中死命逼婚 以上分任地检署 扩大进办当中 目前所了解这个歹徒 他们都是学长学弟 然后他们是最主要是缺钱花用 那我们前案侦办后依恐恶取材 还有窃盗 还有这个相关的这个罪 移送引领地检署来侦办 这间客秤穿夹的案件 犯罪的地点 为台中南岛中华 到有分任定所在都有 第十天的时间 就犯下高兴的案件 付加菜地均好的努力 顺利很多人抓到 记者有真心 藏不到